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 今天我们来聊亚特兰蒂斯的真相 这可能并不是一个都市传说 一万多年前毁灭的古代文明 随着人们对撒哈拉沙漠的了解越来越多 似乎撒末里的那只大眼睛 眼睛周围内象征着漫天洪水的大地痕迹 还有大西洋海床上发现的冲击城 等等等等 原来这所谓撒哈拉之眼 真的大概率就是亚特兰蒂斯的真相啊 1965年6月3日 美国双子座4号航天旗发射升空 两名宇航员在太空停留4天 完成了人类第二次太空行走 并且拍下了一张让人震惊的照片 撒哈拉机眼 这几乎与柏拉图提到的亚特兰蒂斯一模一样 如此传说从那一刻开始流传 他们在说亚特兰蒂斯是一万多年前毁灭的上一波文明 他们拥有先进的科技 但亚特兰蒂斯大陆沉没 他们的遗迹也全部沉入了大海当中 不知说终 但现在不一样了 太空人发现了他们的遗址 和古代记载如出一则 在沙漠当中 所以那边的沙漠会是重新浮出水面的亚特兰蒂斯吗 两年以后 美国海军又执行了一项绝密的行动 行动档案于2004年解密 接着 一位来自美国军方的独立调查人 吉米·科赛蒂说 我从文件中赫然发现了撒哈拉之眼 海军为什么要调查这个地方 解密文件在结尾处介绍说 这是美国海军的磁网项目 该项目旨在收集全球最新最精确的地磁数据 这些数据将被用于地磁制图 高级导航系统 太空计划和美国的其他科学计划 调查遍布全球 其中着重调查了位于撒哈拉沙漠 毛尼塔尼亚境内的理查德结构 也就是所谓的撒哈拉基盐 看来太空人回来以后 不仅民间在流传亚特兰蒂斯的传说 就连美国军方也对这一区域很感兴趣啊 而且从解密文件上来看 美国海军的调查大概率是发现了某些东西 因为解密文件的细节中出现了一大一小两处达码 第一处小的达码说 我们用一架空中运输机平台检测数据 但是平台上携带了一种达码保密的数据接收装置 接着第二处达码更耐人寻味 他在说虽然这项调查的科学方面内容完全不保密 可供全世界科学家使用 但是接下来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好意思 哪怕碍于信息自由法 档案解密了 但达码的内容依旧是不能说 仔细琢磨这句话 什么叫虽然科学方面的内容不保密 这句是岂不是就要说 但是达码的部分是非科学方面的内容吗 这真的是发现了亚特兰蒂斯的线索 疑问就像一个深不见底的兔子洞 基米决定继续深入调查 2600年前 古希腊学者索伦来到埃及 一位埃及技师在庞大幼岸的神庙当中 跟他讲述了亚特兰蒂斯的故事 那时的海洋可以同航 一支强大的军队向东进发 他们傲慢地进攻着整个欧洲 甚至是亚洲 在那边希腊人属于的海格利斯之处的外面 有一片猎索斯军队就来自那里 在那片猎索斯之上 有一个拥有着伟大而奇妙力量的国王联盟 换作亚特兰蒂斯 他统治着那片猎索斯 也统治着许多其他的猎索斯 和大陆的某些部分 等等等等 说伦与祭司的谈话进行了整整一个下午 然而什么是猎索斯 什么叫做纳什的海洋可以通航 还有海格利斯之处在哪里 伟大而奇妙的力量又是什么 140年后 古希腊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再次造访埃及 但他看到的已经是断壁残垣的神庙 和被封杀掩埋的金字塔 照着古老子时的祭司们已经闹去 那些有关远古世界的信息 在希罗多德这里变成了零碎的拼图 好在这些拼图后来被希罗多德 画成了一张最原始的世界地图 在东边 有印度 有古墓 有独木人山谷 还有无边的卫之和沙漠 在南边 有文明未开的伊索比亚和拉比亚 在北边 有着无边无际的卫之地带 和无数条幽民奔同的河流 而到了最东边 我们赫然看到了一个名词 海格利斯之柱 原来这是指今天的植布罗陀海峡 而传说中 海格利斯之柱外面的亚特兰蒂斯 非常不幸 希罗多德的世界到了尽头 海格利斯之柱外并没有什么东西了 然而 盗门的目光再稍稍往下移 海格利斯之柱的南边竟然赫然写着 阿特拉斯和亚特兰蒂斯 所以 希罗多德当年发现了什么 不知不觉又过去一百年 当古希腊先贤柏拉图重新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 他说自己并没有去过埃及 但自己把梭伦和希罗多德的埃及建文整理起来 那个有关亚特兰蒂斯的故事大概这么说 第一亚特兰蒂斯毁灭发生在梭伦之前的九千年 也就是距今一万一千六百年前 第二所谓伟大而奇妙的力量 是一种超越时代的先进力量 第三亚特兰蒂斯的国王叫做阿特拉斯 他是海神波赛东的儿子 国王联盟是一个众神之子的俱乐部 还有十几位国王统治着十几个和亚特兰蒂斯一样先进的国度 第四亚特兰蒂斯发动了狂妄的战争 当他们即将灭亡古鸭典的那一天 众神之王纵思发动了一场毁天灭地的地震和海啸 让他们那个狂妄的国度毁灭 变成了一个船无法到达的地方 至于很多故事里都说 亚特兰蒂斯是一座巨大的岛屿 毁灭的方法是让岛屿沉入了海底 但实际上无论是梭伦还是柏拉图 他们从来就没有说过岛屿和沉没 梭伦说的是亚特兰蒂斯在一片猎术石之上 猎术石虽然在古希腊语当中有岛屿的意思 但同时也有江南水乡湿地环绕的意思 另外柏拉图描述的毁灭场景 是船无法到达的地方 这个形容很古怪 但我们如果将它与前面埃及祭司一开篇所说 那时海洋可以通航 这句同样古怪的话结合起来看呢 似乎这是在说 那十几个猎术石之上的先进国度 国王联盟在大灾难之后 变成了无法通航的海洋地带 但是什么样的海洋地带无法通航呢 真的就是指海底吗 妖查者提米认为 这可能并不是海底的意思 而是在形容一场沙哈拉沙漠的惊天灾变 希罗多德为什么把亚特兰蒂斯 画在了今天沙哈拉沙漠当中 很可能他确信 古埃及的祭司当年给他指出的亚特兰蒂斯坐标 就在沙漠当中 注意看 希罗多德的地图 从当时的埃及首都迪比斯出发 向西十天到达阿蒙之地 再向西十天到达英之地 又十天到达一个人口众多的大都市 再十天再十天停留两战以后 你就将到达古代的阿特拉斯之国 亚特兰蒂斯 因此从行进距离地图坐标上来推算 吉米都认为地图中的亚特兰蒂斯 可以被锁定到历史上一个叫做毛利的远古部落身上 他们似乎还记得某些远古的秘密 2015年 《时代》杂志评选出史上最富有的十个人 第十名是陈吉思汗 第九名是比尔盖茨 第三名是宋神中 他统治下的GDP占全球总量的25%左右 第二名是奥古斯都凯撒 他统治着最强盛时期的罗马帝国 而第一名是谁呢 谁也没有想到 竟然是一个非常陌生的黑人国王 他叫做曼萨穆萨 统治着黄金帝国 马里 马里就是魂血以后的毛利人国度 但是当时已经是13级纪念了 整个埃及和北非都已经改姓伊斯兰教了 远古的记忆非常少了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历史细节中挖出一些线索 比如1324年 穆萨前往麦加朝圣 他用整条整条的黄金地毯铺路 他在盛城大肆的挥沃着黄金 导致此后的20多年里黄金严重贬值 据研究 穆萨统治之下的马里帝国 当时占全球黄金产量的一半还多 直到今天 马里共和国都还有以探明的1200多黄金没有开产 所以这和亚特兰蒂斯有什么关系 其实大家发现没有 似乎地下有重要资源的地方地面上都会有一群 看上去很原始 但传说中却充满着上古文明的部落居民呢 而且这些部落居民怎么都不肯离开那个地方 比如我们前面刚刚聊过的加特罗夫山口 那里是曼西人世代守护的地方 后来被证实 他们脚下有丰富的诱矿 还比如伊斯兰教的老家阿拉伯的沙漠 平起了几千年 如今却发现那些坚守沙漠的土豪们 原来脚下全是石油啊 还有我们文化中的乌山女神 这可是从三海经时代就坚守在乌侠里的乌贤国呀 他们脚下也是无边无际的石岩和黄金 所以古代的石岩相当于今天的石油 同样吉米锁定的这个毛女人 他们也坚守在沙哈拉沙漠里大师也不走 哪怕被混血哪怕被伊斯兰化 他们还是不走 结果到了曼萨穆萨的时代呢 我们发现他们脚下全是黄金石岩和各种石油的矿场 而这些矿场呢 又恰好与说伦当年描述亚特兰蒂斯的情况一模一样 比如说伦说亚特兰蒂斯的中央神庙 用黄金白银象牙和黄铜修建 黄金白银好理解 象牙也好理解 因为当时的沙哈拉还是绿洲 这个我们后面戏说 而黄铜是什么呢 说伦还说黄铜被用于先进的武器 感觉就像黑炮里的镇金一样 一定不是我们所谓的青铜 那会是什么呢 后来专家说 毛尼塔尼亚黄铜就是裂黄铁矿 世界范围内这种矿场非常稀有 但毛尼塔尼亚这边却非常丰富 假如几千年前能用这种裂铁矿打造兵器 那绝对对上夹地亚人的青铜兵器 就是一种超越时代的先进合机啊 因为裂铁合金 一直到现在都是坦克装甲和飞机外壳的重要材料 另外从远古的毛尼人到马里帝国 再到今天的毛尼塔尼亚 这在历史上一脉相承 萨哈拉之眼就在毛尼塔尼亚境内 如果你今天去那边旅游 当地人会跟你讲 统治毛尼塔尼亚的第一任国王 叫做阿特拉斯 没错 就是远古埃及祭司口中 那个亚特兰蒂斯之王阿特拉斯 难道是巧合吗 并不是 因为毛尼塔尼亚人能够准确的说出 他们的国王从北山而来 来到这里 也就是今天萨哈拉之眼的位置上 曾经建造过一个无比先进的国度 而北山 很多故事也都认为 它在柏拉图的记载里也出现了 说是亚特兰蒂斯北边有大山 南边有大海 因此对应到萨哈拉之眼 眼睛北边的眉毛处恰好有一座小山 南边的沙漠里也恰好有水池痕迹 因此这就是北山和南海 但事实上吉米指出 北山应该更加靠北 在今天直布罗陀的南岸 这座山自古以来 哪怕是欧洲人都知道 它叫做巴特拉斯山 去年夏天 我有幸从卡萨布兰卡出发 穿越这片山脉前往萨哈拉腹地游览 在山区吃着他们那个要命的塔金锅 我问当地的伯伯人导游 你们是盐很贵吗 为什么所有的塔金锅都这么挂蛋挂蛋的呀 然后伯伯导游跟我讲了史前洪水 和萨哈拉伊甸园的故事 这两期我都跟大家分享过 然而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 伯伯导游说的那个盐都在南方 盐被洪水淹没了 这是什么意思 今天当我看到吉米的研究的时候 真的极被一阵触电的感觉 整个西非在古代 只有毛尼塔尼亚 萨哈拉之眼那一带惨岩 然而为什么这种沙漠腹地会惨岩呢 伯拉图说亚特兰蒂斯的中心是一个圆形的岛 直径五个斯塔德 接着是一圈护城河 一个斯塔德 护城河外面是一圈岛 两个斯塔德 这里有浴场和温泉 然后又是护城河 两个斯塔德 再往外又是一个环形岛 三个斯塔德 这是一些运动场和狩猎场 最外面还是护城河 三个斯塔德 再往外去是一堵石头墙 它隔开了中心区域 与亚特兰蒂斯的城区 城区宽 五十个斯塔德 居住着百姓和官员 中心区域其实分为三层 中心岛由一圈三铜 也就是那个黄铜墙所隔开 这里属于神与祭司 中心一环由金属锡做区隔墙 这里属于国王与神官 中心二环由青铜做墙 这里属于贵族和神士 然后根据换算 古希腊一个斯塔德等于今天607英尺 185米 所以整个亚特兰蒂斯的直径 大约是23.5公里 而沙哈拉之眼的尺寸 刚好是23.9公里 也有明显的三环一岛结构 甚至粗略测算 这三环一岛的比例竟然也符合5比2比3 所以那个中心岛上如今真的有温泉吗 吉米说根据一下2014年的调查研究 这个沙哈拉之眼的地下竟然真的有一座孤立的始于白厄级的碱性热液复合体 这是目前美国黄石公园的碱性热液复合体的样子 你是不是看到了温泉和岩碱 没错 又和传说中一模一样 中心区域内真的有温泉 再仔细看卫星图 如今沙哈拉之眼外围 有这样一圈白色的区域 这其实就是石研 毛尼塔尼亚的驼队如今急救来这里采研 这些运研的驼队已经不知道存在了几千年 他们曾经垄断了整个西非的石研供应 这也就是为什么如今摩洛哥的塔金国如此寡淡的原因 当地人很珍惜眼 这也同样是当年马里帝国为什么如此有钱的原因 他们掌握了石研这种古代经济明白 只需要操控石研供应 就能让周围的部落全部臣服 继续看卫星图 眼圈外面是向西南方向奔流的大地涟漪 眼圈开口处也像是被巨大的洪水冲刷过一样 似乎整个亚特兰蒂斯的遗物 都是从这里被冲到了沙漠当中 又跟着沙漠洪水一路向西进入了大西洋 曾经有爱好者深入沙哈拉之眼拍摄 发现当地人像摆地摊一样 售卖各种沙漠里挖出来的人造物 有球形的 有三角形的 意义和用途不明 如果你认为这不过是沙漠的自然造物 那么当地博物馆里还有这些更加人造的遗物 这真的会是11600年前的先进科技吗? 2006年来自挪威的一个科考团在毛尼塔尼亚的大陆架边缘发现了一大片海洋沉浸屋的结构 论文中指出 也被掩埋在这下面了 围维绕着河流的拆架展开 亚特兰地斯所在的列索斯 所谓的各个列索斯 并不是海岛 而是一片又一片的湿地家园 但是这样一条假想的河流真的存在吗? 北边的阿特拉斯山真的能给沙卡拉沙漠带来如此丰沛的水源吗? 在2015年 一个来自法国和日本的联合科考团证明了几米的拆枪 他们找到了这样一条远古的阿特拉斯河 研究中还指出 直到5000年前 这条河它都还是一条媲美雅鲁上部江的大河 发源于阿特拉斯山滋润着整个西非和毛尼塔尼亚 而它出海口的位置呢 也已经被确认 正是前面发现大西洋沉积山的地方 看来传说和现实再一次重合了 但还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哪怕这条阿特拉斯河的水量足够大 西加路张布江的十倍 但是这在现实中也不可能充贵撒哈拉基眼上的古代文明呢 更不可能在大地上留下如此宏伟的涟漪啊 还有大西洋里的沉积山 怎么看也不像是河流造成的遗迹啊 所以水源在哪里还是这个问题 找到了阿特拉斯河解决了水源 但解决不了水源为什么这么大的问题啊 难道毁灭亚特兰蒂斯的滔天洪水 真的是从天而降吗 这个问题看似复杂 但却并没有难到机密 因为一切都被硬刻在大地之上 我们从卫星图中继续寻找 就会发现疑似冲刷线的痕迹一直向东北延伸 延伸到了托尼斯 又延伸到了地中海的地方 所以这不是一条河 而是一条贯穿地中海和大西洋的海峡 科学家已经证实 一万年前撒哈拉是伊甸园 这里确实有长颈鹿 有大象 有丰沸的水源和郁郁冲冲的森林草原 但是大海贯穿整个撒哈拉 这还是太夸张了 然而毛尼塔尼亚和西非地区 却真的发现了很多金内的海骨 这却又在表明 这里曾经确实存在过海洋 而且那些沙漠岩检大地涟漪 也确实来自海洋的成绩啊 所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专家们说 如果海洋贯穿撒哈拉 那么这应该是恐龙时代的地貌 正如2019年这项研究所显示的一样 距今5600万年到6600万年前 这里确实曾经被海洋分割 但是那些粗土的巨型金内化石如何解释 要知道金内满打满算 只有5000万年的历史啊 5000万年前 他们还和今天的河马一样在陆地上呢 更何况这种巨型金内 他们很可能只有不足500万年的历史啊 针对这一疑问呢 专家们目前也还正在研究当中 但是调查人吉米却提出了假说 也许一切并没有那么古老 比如沙拉的最高峰 酷西火山 2003年 纳萨联合法国国家科学院火山实验室 对酷西山展开了调查 调查指出 酷西山目前虽然是一座死火山 但它活跃的年代 是从240万年前 一直到2.4万年前 很可能它最后一次喷发 是在2.4万年前 然后死亡 接着吉米指出 如果我们仔细看 酷西山的卫星照片就会发现 它四周有一圈很明显的喷发痕迹 假设这些喷发痕迹 来自2.4万年前 那么再仔细看 东南边一块喷发痕迹上 有非常明显的水石断层 就是说2.4万年前 它最后一次喷发以后 还有过巨大的水流 把它的喷发痕迹冲刷掉 更进一步说明了 2.4万年前 撒哈拉还有大海 然而这样一个孤立的证据 还是不够的 继续在撒哈拉当中 寻找海洋痕迹 很快我们又发现了一条 十分离奇的线数 当撒哈拉还是绿色伊甸园之时 科学家把我们还原了 这样一幅对比图 并不久远 这是2万年前 撒哈拉的样子 湖泊众多 湿地密布 可以看得出 撒哈拉之眼内附近 确实出现了大量的猎朔丝 而图中最大的湖泊 叫做乍德湖 如今依旧存在 专家们正是通过研究 它的成绩物 帮我们还原出 这张2万年前的 撒哈拉古地图 然而这个乍德湖 却非常的离奇 出现了很多 自相矛盾的线索 比如其中一个矛盾点 就是说乍德湖 或许应该叫做乍德古海吧 这里出现了大量的海洋 沉浸物 还有至今都没有干涸的 岩检地 就像另一个泥海 似乎乍德古海 这是一个2万年前 与大海连通的结构啊 或许是这样的 两端被河流与大海连通 也就是说 它不是湖 而是海 它问题来了 我们都知道 水往低处流 海又是这个地球上最低的地方 海拔0米的平面嘛 所以这样一个 两端连通大海的内陆湖泊结构 理论上它就是不可能存在的 除非乍德湖真的跟泥海一样 是一个低于海平面的盆地 海水才会聚集过来 然而现实中 乍德湖却又偏偏高出海平面400多米 也就是说 2万年前400多米的天空中 出现了一片大海 这已经不是史前亚特兰蒂斯高科技的问题了 真要能制造出如此巨大的一片天空之海 那该是何等夸张的天地形特弃啊 而且制造这样一片天空之海的目的是什么呢 所以破解天空之海的谜团钥匙 一定不在这里 那会是什么呢 接着 吉米即将用一个全新的假说 来帮我们还原出所有亚特兰蒂斯的真相 柏拉图说 亚特兰蒂斯南边是大海 从这里上船 可以通往世界任何地方 同时 柏拉图还说 亚特兰蒂斯是大环套小环的海环结构 这些海环也连通着南边的大海 因此我们可以推断 两万年前 沙哈拉之眼这里也应该被灌满的海水 是海平面上升的吗 输入数据以后发现 海平面至少要上升400米 沙哈拉之眼才会出现柏拉图描述的样子 然而 两万年前的海平面比现在高400米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地球其他地方从未留下过相关的证据 哪怕是爱好者们津津乐道的那个新鲜旅目事件 也只让海平面上升了20米左右 而且注意看 这幅海平面的数据图是2.4万年前 海平面比现在还要低140米 所以如何解释沙哈拉之眼这不同寻常的海平面问题呢 难道这也是一座天空之海和乍得古海一样 柏拉图所谓的那些猎索是原来不是海岛 而是空岛天空海岛吗 那些11600年前去进攻古雅典的亚特兰蒂斯军队 是从天空海岛出发的吗 感觉这种奇幻的脑洞如果做成动画一定很好看 究竟2万年前这里发生了什么呢 突然吉米想到了柏拉图说过的一点细节 那就是亚特兰蒂斯如何毁灭 除了洪水还有地震啊 史无前例的强大地震 我们都以为地震是导致陆地沉没的原因 但事实上地震往往会让陆地被抬高啊 什么叫做毁灭以后变成了一个船无法到达的地方 并不是地震海啸让它沉入了海底 而是疯狂的地震将它送入了天空啊 11600年前那场毁灭亚特兰蒂斯的大灾变 会不会是一个地球翘翘板 因为吉米突然注意到 专家们在2019年确认了一块沉没的大陆 西南大陆 西南大陆远在新西兰 已经被专家确认是一块货增价实的沉没大陆 具体的沉没时间不详 但沉没原因是因为板块飘移 它被越拉越薄越拉越薄 最终变成了一张春饼沉入了海底 我们其他的陆地其实就像突出海面的馒头一样 西南大陆本来也是一个突出海面的大饼 但是大饼被拉得太薄了 海拔拉成的负数就自然沉到了海平面之下 如今只剩下新西兰的两座岛屿还怒在海面之上 有关西南大陆的各种故事我们先前会员频道已经专门说过 这里就不再细说 总之就像用来解释西南大陆沉没的板块理论一样 地球是一个翘翘板的 这边的陆地被拉到了海平面以下 那是否意味着那边的陆地将会被抬高深入空中呢 虽然这个猜想足够大胆 但恰好西非沙哈拉这和西南大陆构成了地球的轴心镜像 也就是说从沙哈拉挖穿地球出去就是新西兰 因此不排除由于翘翘板原理 西南大陆沉没的同时沙哈拉被抬高了 为什么咋得古海如今高出海平面400多米 为什么沙哈拉直眼应该低400多米才符合柏拉图的描述 因为很有可能西南大陆的沉没和沙哈拉的农起 都是发生在11600年前那场全球性的大灾变上啊 科学家把它叫做新鲜女木事件 虽然科学证据目前只发现 该事件导致了全球冰河期 冰川入侵到了今天土耳其的位置 但也许在目前的研究证据之外 当时地球的两端新西兰和沙哈拉还发生了一成一降 曾经位于沙哈拉之眼的古文明 贾特兰蒂斯恰好就坐在了这场巨变的火山口上 剧烈的地震将他们的遗迹全部摧毁 滔天的海啸带着这些碎片 矜持的冲向了大夕阳 整个沙哈拉伊甸园被从海平面之下 活生生的拔了起来 这场灾变就像我们将半斤在水里的碟子 用力拔出水面一样 只有这样才有足够的水源和冲击力啊 见证这场灾变的证据呢 就是沙漠里的那些金内化石 那座高悬在空中的萨德湖 还有波拉图记载中那十几个消失的猎兽斯 唐斗在说 这场巨大灾变之前 沙哈拉还被大海所贯穿 而这场大灾变之后呢 沙哈拉被抬高 一点远远终于一点一点的干涸 在距今三千年前变成了沙漠 为什么说轮2600年前去埃及 还能在神庙中和埃及祭司谈笑风声 而短短100年后2500年前西罗多德再去埃及 就只看到被掩埋的金字塔 而又过了100年后 2400年前的波拉图 就只能给我们转述那些如同神话一般的梭伦见闻 亚特兰迪斯传说了 因为沙哈拉被抬高了 他干涸的速度非常之快 从梭伦到波拉图短短200年 那是他最后的余会啊 同样处于沙哈拉边缘的古埃及也在亚特兰迪斯之后干涸了 而为什么古埃及的祭司能给梭伦讲出那些亚特兰迪斯的故事呢 因为古埃及的祭司说过 自己和亚特兰迪斯文明互为兄长 也许金字塔 持生人面下 这都是亚特兰迪斯时代 恰好没有被沙哈拉隆起出毁灭的遗迹啊 但要继续考证古埃及和亚特兰迪斯的关系 那要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我们会员频道细说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最后夫人说 天空之海亚特兰迪斯 这个脑洞真的很大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